哎呀卧槽畜生 1712的攻击 1.3的成长 多了个呲啊 而且还没有吃圆消 啊 Bunny 泡泡先灵 合乳七技能已经很难了 加上1712的工资 1.3的超高成长 然后这只宝宝在 施法的同时呢 还可以额外的释放一把法术 等一下这只宝宝打工虫 老板等一下 这只宝宝打工虫 这个特效是 类似于超级法莲 老板 一个带超级法莲特殊技能的宝宝上 我们要打工虫的技能吗 老哥确定吗 那我们可以带 可以带地狱猎火套啊 对吧 地狱猎火套 可以额外释放一次啊 如果认证的工虫呢 会降低伤害跟命中啊 因为早期的话 有段时间 宝宝刚出认证的那段时间 大家打大芙蓉啥的 都喜欢认证一个单反啊 后来网易就改了 不能让所有的工统都有啊 法术技能啊 那梦幻不就乱套了吗 这个工资要的就是个造型啊 就喜欢脑袋上啊 对不对 长一头头发的这个泡泡 这个宝宝他妈的 我觉得古精灵可能要举报他 太他妈像古精灵了 老哥来 我帮你第一本啊 咱们是六本书啊 六本书就是连扇啊 最狠毒的六本书 不允许有任何误差 所以说干就完了啊 咱们从便宜往贵打 第一本书没有位置啊 全是贵书 好 咱们打后排的连击吸血神佑 按照顺序的话 应该是上神佑了啊 神佑后排掉后排啊 现在两本书了啊 好了 兄弟们打一本吸血连击往前推 球往前推 OK 夜战掉了也还行啊 夜战掉了还行 留云加无级别 效力藏刀加简易 简易 水清加简易 无级别加愤怒 加猫灵 无级别限制啊 没事 这种宝宝 六技能严丝合缝的 没有交错人 就是一把循环 法术抵抗不动也没事 起码是掉前排技能 后排三个技能没掉啊 法术抵抗没掉的话 无所谓啊 现在的话已经四红了 只掉了一本夜战 都在必杀偷袭 直接上偷袭 掉后排的吸血 连击 连击掉了啊 连击掉了 吸血上来 舒服 夜战和偷袭 偷袭掉了啊 偷袭掉了补必杀 吸血掉了啊 有点残酷 但是这个区的物价还可以 没有什么花笑的技巧 直接干就完了啊 哎呀我操老板 四技能有点 有点僵持啊 有点僵持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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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神兽在线 冲刺 必杀 偷袭 夜战 恭喜老板 恭喜老板喜提 梦幻西游史上 第一个1.3工资 明年可以超过1800的 泡泡临先 这是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记录 恭喜我们39级的暖军鼓玩家